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96集 战斗中的名物 在亡灵食指点在虚空的一刹那 他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了虚无之中那股滔天的权益 就在这一瞬间,第一帮来临 好似整个天地在这一刻塌陷一般 以亡灵为中心点,天塌 一股浩劫般的力量疯狂地从四面八方的虚无中 落在了亡灵的身上 他的右手之上,黑芒瞬间闪烁 体内先例逆转的速度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漠然间,其右手食指上的黑芒突然扩散 在眨眼间便散及全身 但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 轰隆间传遍整个古腰城 亡灵面色一白 整个人腾腾腾退后竖部 这才稳住身子 他右手食指此刻轻微颤抖 一片麻木 那些落在其身上浩劫般的力量 好似潮水一般迅速退下 但立刻又以远超之前十倍的气势 再次从虚无之中旋转而来 第二崩 来临 这第二崩啊 来势之速比至第一崩要快上数倍 几乎刹那便从四面八方默然冲击而来 王林此刻右手食指仍然颤抖 画摩指的威力只能帮助他抵抗第一崩 这绝不是阴殿修士可以施展的神通之术 这种威力的法术 即便是问定修士 世人之中也只有一两人才可掌握 王林双目闪烁奇异之蒙 第二崩的威力啊 是第一崩的十倍 此刻方圆千丈之内 虚空之中一片昏暗 好似其内又风沙漫天一般 甚至于把整个宫殿之上那不断旋转的漩涡 都有所牵引 王林低吼一声 右手之上两道灰气 好似两条苍龙迅速游走 在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的使用了杀戮先决 两条苍龙呼啸间直接冲出 带去一股惊人的气浪 瞬间破开虚空 但就在这时啊 苍龙首先遇到了第二崩的力量 第二崩的力量极为强大 只听阵阵轰隆隆巨响回荡间 苍龙咆哮中不但没有破碎 反而化作一道道灰气 形成一道灰色的漩涡 这漩涡的中心点便是王林所在 第二崩的力量落在了灰色的漩涡之上 立刻不断的削弱 与此同时啊 一股杀戮之气从那灰色漩涡内疯狂的扩散而出 这股杀戮之气极为惊人 他拥有一股灭先珠魔的霸道之色 硬是在第二崩的力量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破开了一个削稿 凭着一股滔天的杀戮之意 硬生生的逼退了第二崩之权 王林更是脚步向前一趟 他整个人好似一道流星 从原地瞬间冲出 与此同时他右手一抓 那灰气漩涡立刻一阵之下消散 化作两道相互交错的灰气 漠然间出现在了王林右手之中 凝 王林低吼中啊 那两道交错的灰气立刻凝化 形成一把散发无尽灰芒的七尺长剑 此剑在王林手中 立刻在其身上涌现出一股惊人的杀戮之气 这一刻啊 王林好似变了一个人般 在他的身上不再有任何先锋道骨 有的只是杀戮之气 他此刻就好似一个杀戮魔神一般 手持杀戮之剑 势如破竹踏破虚空 直奔远处半空中那左翼妖将而去 左翼妖将轻疑一声 双眼露出一丝惊芒 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 在本将的石崩权益之下 你是不多的几个反攻而来者之一 且看看你能否破开剩下的八崩 来到我的境前 此刻 始终站在远处的白衣女子 血祖之女 姚西雪 她秀眉微皱 三年前她来到这古妖城之时 便是败在了这石崩权益之下 此神通极为霸道 越是往后便越是无法抵抗 以她的修为 在第四崩时便有所不足 洛飞使用了其父传授的血术 恐怕无法熬过第五崩 可尽管如此 她也是在第八崩下败退 左翼妖将面其不易 伺予统领一职 要知道 在古妖城 都统一职 仅次于妖将之下 到目前为止 整个古妖城也只有都统四人 至于统领则较多 有十六人 王林目露杀戮之四 一个人一顶剑 踏破虚空 直奔左翼妖将而来 这不管 在她与左翼妖将之间 还是八崩阻拦 这第三崩 以第二崩十倍的力量 无声无息 从四面八方散出 好似无数座 巨峰压顶一般 轰隆隆地挤压在王林身上 王林双眼露出一丝红芒 杀戮之气浓郁 面对着第三崩 她没有任何胆怯之色 反而眼中闪过一丝战役 手中杀戮之剑 默然抬起 口中低喝道 第三崩 给我破开 她手中杀戮之剑 在这一瞬间 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灰芒 这灰芒超过了十丈 甚至把王林的身子都笼罩在了旗内 好似燃烧一般 化作一道流行 直接冲出 一剑之危 惊天地气鬼神 那出自虚无的第三崩泉 在这一瞬间被这一剑 生生展开一道缺口 王林整个人与手中之剑融合 默然冲出直奔妖将而去 左翼妖将眼中精芒更亮 笑道 哈哈哈哈 好 王林刚一冲出 立刻第四崩瞬间来临 这十崩泉一样 越是往后出现的速度便是越快 其内蕴含的威力便是越强 此刻这第四崩啊 其强大的程度是第一崩的前辈 这等威力已然不是寻常应变修士 可以抵抗 第四崩的出现 立刻使得天地色变 就连宫殿之上的漩涡 此刻也扭曲起来 好似承受不住四崩之威一般 四崩咆哮而来 王林与手中之剑融合在一起的杀戮状态 顿时崩溃 这千倍第一崩的力量若非修为达到了应变后期 根本就无法抵抗 王林的身子与手中杀戮之剑分离 与此同时啊 第四崩的力量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 此刻若是把这第四崩比喻成为怒浪 那么王林便是这怒浪中的一叶孤舟 王林面色苍白 他冲击之势不得不停顿下来 此刻他全身好似被无穷之力挤压一般 充满了一股狂暴的压力 他能感觉到 以自己的实力 断然无法承受住这第四崩 若是杀戮剑决再多出一些灰气 或许他尚可以拼 但这四年来他所杀之人欲多 可杀戮先决却是极难成功 除了杀戮先决 以黄泉指应该也可以破开此四崩 但黄泉指乃是王林真正的杀招 在这充满了危机的妖灵之地 他轻易不愿暴露全部实力 此刻 王林眼露果断之色 他松开右手 杀戮之剑顿时化作两道灰气 立刻顺着他的右手钻入体内 漠然间 在其眉心之上出现了两个灰色的符纹 这符纹迅速蔓延覆盖了他全身 形成了两道生枝烙印的防护 就在这时 四崩临身 浩劫般的力量 第一崩千倍的冲击 落在了王林身上 他立刻清晰地感受到了那来自四崩之中的权益 权益之中蕴含了一股信念 信念 王林的双眼默然一亮 这种量在数百年内很少在王林眼中出现 就仿佛当年的周易 在灵魂燃烧之时明雾一般 在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那十崩泉意中的信念 来自左翼妖将的信念 这股信念是一种久经沙场 杀敌无数所形成的一股必胜的信念 是古往今来所有死于这十崩泉下 所有败退之人全部的信念集合而成 这股信念的强大程度远远超过了王林的想象 在身体上承受了四崩之力的一刻 王林的心神也正在经历着来自权益内的信念之波 十崩本是极限 但此刻这十崩泉意居然正在向十一崩进化 这左翼妖将对我施展十崩泉意 其目的便是击败我后吸收我的信念 从而使得此泉意有所提升 这十崩泉意之所以强大 正是因为有了信念 他杀死击败的人越多 其威力便会越强 一股无法抵抗的挫折感 不由自主的在他内心涌现 只不过这种感觉几乎刚一露出萌芽 便立刻被王林生生捏碎 他的身子此刻好似被一股大力抛出一板 直接飞出 落在了千丈之外的地面上 在落下的瞬间 他身子一翻 左手指尖滑在地上 但听此拉一声尖锐声响 持续树息 王林的身子划出了十多丈 这才稳住 此刻 王林的全身上下几乎全部都被眉心的符文覆盖 这符文在承受住了十崩泉意后 立刻溃散 化作点点灰芒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在其眉心只有半个符文 缓缓散发黯淡的灰芒 杀戮先决修炼而出的生枝烙印 此刻唯有半道存于王林眉心 其余啊 全部消散 以你应变中期的修为 能抵抗第四崩 已然不宜 你 退下吧 都统一职 你不可能得到 即便是统领之物 也不属于你 你的位置 只能是长老 左翼妖将眼中精芒消散 他背着手平淡地说道 他的表情啊 虽没有露出不屑之色 但言辞却是如此 王林双目闪烁极为明亮之光芒 这十崩泉意啊 乃是一个人精神的顶端 放在修士身上 乃是一个修士道心的神话 道心与元神融合 使得元神净化 从而融入道心之中 身心之内 只存有一道信念 这信念极为坚定 它可以影响一切 可以改变天地 这便是信念的神通 信念的神通 王林缓缓地抬起头 遥望远处左翼妖将 他目光深游 好似蕴含了智慧与明目 王林目光渐渐越来越亮 他慢慢地抬起右手 伸出食指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画摩指前走 但此刻 王林再次施展开来 却是迥然 他的动作落在左翼妖将眼中 立刻大为不同 这壮汉啊 再次轻移一声 其双目内消散的精芒 立刻又一次凝聚 这一次抵制刚才还要明亮数倍不止 这 左翼妖将一眼就看出端 其脸上不由地露出注意之马 远处的妖西雪则身面色一变 直勾勾地盯着王林 内心掀起惊涛海浪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语 对于这王林他父亲血祖颇为留意 一股魔气从王林体内扩散而出 在其身体三丈内形成一道淡淡的黑雾 黑雾中啊 王林的双目渐渐地露出一丝阴沉之似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命》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